把它抓下来的话 里面第一个当然需要怎么样 先把IE物件给引用进来 其实你会发现在VBA里面很多地方 像ADO ADO里面有Create Object 如果你要把外部的物件 像Outlook也可以 Outlook.application 或者Word.application 你都可以把外部的物件引用进来用的话 你可以用Create Object这个方法 然后告诉他说我要把什么东西 把Internet Explorer给Application 意思就是IE浏览器 不过这个可能有个问题 你现在电脑里面的IE版本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我遇过 如果你电脑里面的IE浏览器的版本太旧 或者是说里面可能有一些设定跑掉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抓不到 所以第一个的话 假设这个是大乐透IE版本 我就模拟 这个有点像手动版 之前是录制聚集 产生要抓的 现在是要自己写 然后自己写要写哪些 第一个你要先Create Object 第二个的话 利用这个Object它已经启动了 所以它卡一下下 这个时候IE其实已经被启动了 不过它在哪里呢 其实它在背后实行 在哪里 记忆体里面 它只有实体 但是没有画面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要利用IE的这个方法 Navigate 它可以帮我浏览到那个网页 所以意思有点像 在浏览器上面输入那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是我们刚刚直接打上去的第一个Page index等于1嘛 就这一串 刚刚那个从乐透彩上面的那个网址 然后让它直接倒上来 但是你现在还看不到嘛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程式除错的时候 可能这一行你可以打上去 叫IE.visible等于True 意思就是说呢 把IE浏览器叫出来 因为它现在在背后执行 可是将来如果你已经OK了 你这一行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不然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时候跳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它是很大很大的一个 不过它实际上就是让在背后的意思 所以这一行有没有出现的话 就等于是说呢 你也没有办法看到IE浏览器 有的网路上的程式 基本上都没有这一行 Visible等于True这一行 如果你们可以网路上找一下 应该有类似的 那我要当什么时候才能够继续往下 你要第一个 先确定什么呢 IE本身的ReadyState ReadyState意思是它的状态 不等于4 其实等于4就是说还在Low 还在下载 因为一个网页 它要全部载下来才能抓 你如果还只有抓一 那可以慢慢慢慢上串流的 有没有 等到它全部Ready了 或者是说呢 它是在BZ的情况下 就是等于已经 等于啊 Do While 知道什么呢 知道说它已经准备好 或者是说它不是在这个BZ状态的话 如果是呢 那你就Do Event Do Event是让它继续跑一下 Do Event是说呢 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它背话还在继续执行 不然的话 你会变成如果没有Do Event 城市就卡住了 就卡卡了 那这个地方只是避免说 城市有卡卡的感觉 那所以确定已经OK了 然后呢 确定已经Ready之后的话 它就怎么样 它就会直接跑这一行 跑到这一行 好 确定已经被载入进来了 这已经OK了 它怎么在 它有先 它有义务间 可能是他跑的 还是要等他一下 因为他这个没那么快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会还是要等他一下 那我这边底下会有多一行 就是说当他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完全载入之后 才往下跑 那后面的话 还有一个就多等两秒 所以你会发现 城市为什么 因为要确认说 他全部已经都OK了 因为之前 我没有加这一段城市的时候 常常会出一些状况 因为他怎么样 载入了 可是他可能有时候网页还是需要等下时间 那有的时候甚至会给多一点秒数 因为有的时候还要看网路的下载状态 然后再来的话 我要把什么 把这个 在这边做 底下这个地方 可能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觉得这样写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我这边会用个set 这个set后面是一个物件名称 那这个后面的物件名称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我要把IE这个浏览器里面的 抓下来的东西 整个里面的原始码 其实就是那个document 其实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 这个右边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所谓的document 它里面的所有的html 相关的语法在这里 Document html 那里面的话我要找什么呢 找那个 我用一个方法叫 getelement by 什么呢 tag name tag是标签的名称 所以这一行的意思是说 我要找什么 找标签名称叫table 所以我刚刚不是有 跟各位讲有个ctrl f ctrl f之后 如果我想要找什么 找那个table 其实多半 我们的资料都在table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 就会有 总共有多少个table呢 有43个 那应该是这一页 我找这一页 然后一样 f12 ctrl f 刚刚有 然后打一个table 那我怎么知道 会是第几个 是我要的 那我就往下找 你会发现 第二个不是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所以这个时候我知道说 因为它的table 是在第五个 那我要把第五个 怎么抓下来呢 特别是 我可以把IE物件里面 载下来这里面的html 里面去找一下 它的tag name tag name 第五个是我要的 后面的话 请记得 刮胡氏 为什么 因为它从零开始 也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抓你要的东西 恐怕还要知道一下 怎么去找到 不过通常是table为数 网络上 因为基本上 资料还是放table 可是有些时候 不在table的话 那你就要知道 你要找的东西的标签 名称叫什么 可能你要配合网页的检查 那再来的话 它整个帮我抓下来 所以把它抓下来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我把第五个 比如说第五个 我把它往下找 往上 这个是我要的 它位在哪里呢 基本上它会指向这边 告诉我在这里 所以这里面的所有东西 从哪边呢 从这边 所有的没有 你会发现 里面不是有TR 对不对 TR指的是列 那我要把这里面的东西抓出来 其实 左边的部分 就是你看到的结果 我把一列 TR就是这一列 这一列抓下来 那我要怎么抓呢 所以我用什么 刚刚有一个物件 先帮我抓到了 一整个table 再利用这个table的物件 利用它的什么呢 再往下找 因为我要里面的TR 有没有 一列 所以等于一层 有点像剥洋葱一样 剥一层 table有了 再往里面剥 我要table 把table里面的TR列 那我就把这个列 丢给这个TRS的物件 那我就利用这个TR 可是里面的话 当然会有很 这个列里面 又有很多个储存格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如果要再抓什么 抓里面的储存格的话 那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TD 所以一层一层的 Document Table table里面有TR TR里面有TD 那我要这个TD里面的东西的话 那我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里面有个属性 叫做这个里面的哪一个 其实它有一个阵列 那从0开始到它总共 这个TRS.lex 指的是它里面有几个储存格 那因为从0开始 所以我们跑回这边 对话减1 那如果说你要把里面 因为你看到里面的字 留下来 不要标签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属性 叫Innertest 这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没有Innertest 它抓的时候 会把这个TD 包含什么呢 它里面这些有的没的 全部给你 但是如果你 使用Innertest 它就会抓到里面的日期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个还蛮方便的 那这个Innertest 我们现在IE物件 现在用这个功能 蛮像Python里面叫什么 BeautifulSoup 里面也有类似的功能 就是BeautifulSoup 指的是里面的Soup 把它精华抓出来的意思 BeautifulSoup 它有个模组名称 我觉得这些都相通的概念 无论你用哪一种 你会发现 最重要你还是要了解标签 了解你要抓什么 那抓的工具虽然不一样 可是那个逻辑相通的 那我们怎么样 把里面的东西把它抓出来 放哪里呢 放在我指定的哪一个 Sales 储存格 所以我抓到一个TD之后 然后把它塞到这里面来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并且把蓝宽再调整一下 最后把IE物件给关掉 那就完成一个流程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抓网页的IE 算是范本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可以去找类似的东西 以后的话 就知道 原来我可以 开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把它执行 不过它会卡一下下 它会先把它打开来 那知道什么呢 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之后 但是我这边会等2秒钟 为什么 因为确认 有时候我确保说它的品质 有时候甚至我可能等个5秒钟 又不急的话 因为我主要是确保一定要抓得到 那可能让它等久一点点没关系 然后把它里面的 里面的Table 第5个Table抓下来 把它的列一个一个的抓下来之后 有没有 所以先抓表格 表格先抓下来之后 再去抓它的列 列里面 我再去把它的列里面 第几个列里面的 里面的资料 把它抓到这边来 OK 那就可以 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但是这个只有抓什么 抓第一个Page 但如果说你要抓什么 抓后面50个Page的话 其实道理应该差不多 你可以写一个共用的 其实主要是把这边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I 变数 然后往下追踪 所以跟之前一样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